陈道明痛斥孙艺舟抗日神剧,染发达耳洞,军装短裙丢尽脸面。 陈道明一直是乃霸君我敬佩的老戏骨之一,不仅仅是因为他老道的演技而是因为他正直的一面陈道明先前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就谈到了影视圈里的这些荒唐式抗日神剧, 一直是导演们的死不疲的题材往往借用夸张的情,皆神乎奇迹的英雄传说,来满足人们猎奇的感觉而这一次陈道明更加生气。 谈到各某个他看好的年轻演员喜剧天赋着实不错,可惜为前走了弯路开始,做一些违背初衷的事情,也把他再上戏。 谈到的精神丢进了陈道明说的是谁,答案不言而语就是凭借爱情公寓,快速走红的孙艺周,那段时间,孙艺周人气急剧下滑,迫于生活压力孙艺周接拍了这部怒江之战,虽然说,那是抗日战争剧, 但似乎看得比偶像言情剧都过瘾,男的个个是潘安女的个个是有如是怒江之战,那主旋律与其说是战争片,倒不如说是一场好玩的综艺冒险大卖爱情,偶像知识弄点战斗果过瘾, 剧中人物,经常一言不合就摆扑扫眼也是,耿之一道孙艺周女主,就开始用唯美的写真镜头,生怕不能突出两人的浪漫关系。 他的队员,一个个也是神人,打耳钉,耍帅装裤,无所不能,还有一位女队员,全程穿个小背心和小裤衩, 我就想那民国时期,抗日的女的都这么潮流吗?上途拿枪的男的,天文历史,枪械组装,气候转变,无所不止,真的比百度都牛逼, 看得奶爸军猛逼十足,还有他们自己设计的军装制服,女的穿个超短裙,绣着没腿,在日后之间三进三取,硬是帽子都没掉一下,我知道你们都是特种部队, 但是要不要这么厉害啊,人家要在你们手下,坚持八年啊,你这分分钟就把人团灭,还要不要完了,还有一位领和犯了日军小军官,下一集就变成了热情的老乡,真当我傻啊。